Hello,大家好,我是三浩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让MacBook在没有接插头的情况下 使用的更久更省电 在上一次我分享了 如何让MacBook的电池更耐久 和如何保养MacBook的电池后 这一次我将会分享另外三个 比较简单而且直接的续电方法 不过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三浩TV会一直更新关于MacBook和MacOS的实用手机场 如果你对这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三浩TV 那我们开始吧 首先第一个就是快速的找出和关闭不必要 可是又会自动开启的APP 首先我们先点击左上角的Mac logo 选择Distant Preference 然后点击Useries and Group 然后选择Lock in Items 这些APP就是你会一开始Lock in的时候 它就会打开的 所以你发现到如果哪一个是你比较不需要的话 你可以点击这个APP 然后按减 就可以了 第二个快速的找出耗电的APP 在键盘那里按 按Command Space 然后输入Activity Monitor 打开 我们点击Energy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再点击Energy Impact 这里它会把我们顺序和逆序的排出哪一个APP是使用电最多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图表可以看得到 Quick Type Player是使用最多电力的 如果你没有使用到这个Quick Type Player的话呢 可以在Dock的这一部分 Right Click 然后按Quick 第三个 把MacBook换在通风的地方 这一个是我摆放MacBook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我竟然摆放的通风 有些人喜欢把MacBook换在床上面 其实这样不太好 因为这样会减低MacBook散热的功能 温度提高会对MacBook的硬体设备造成一定的伤害 而且也会提高耗电量 第四个 这是个Bonus Tip 如果你想要更安全和更有效率的节省电源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使用Quick MyMac这个APP 我觉得它很聪明的是 它可以把很多不需要的垃圾文件 像是浆发清理掉 这样子可以让MacBook在硬件上更加顺 而且它也可以很完整的把一个不需要的APP 删除掉 安安安安只要点击这个安安安安 我们这里可以选择自己没有需要到的APP 像是这个WeChat 我们只要在旁边点个Go就行了 正常来说我们只能删除这个WeChat.apps 至于下面这三个呢 普通的人是找不到的 必须要有一些technical background的人才可以找得到 所以选择好后 只要按uninstall就行了 同样的 这样子的做法完全可以减少MacBook在运作上面的负担 只要完成上面的四个TIPS 我相信你的MacBook的缺电量可以大大的提高 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MacBook和MacOS的实验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五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有什么推荐的小技巧或者是APP 或者是你在使用Mac上面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 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 那么我是陈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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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